其實我準備才花了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因為時間很少 所以擬定策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Hi 大家好 我是妮塔 去年我考了外語領隊還有外語導遊的考試 那這兩個考試我分別是74分還有73點多 就是非常接近的分數 就是非常的巧 那我就跟你們分享一下是我當初在準備的過程 那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樣拖到最後的話 其實有一個選擇是你可以去補習班 那這就是很適合比較需要人家督促你讀書 然後可能就是你上班很忙啊 上學很忙的人 然後又有預算的可以去補習 那另外一個就是線上教學 那線上教學其實 就是你又省下交通的時間 然後又可以配合你自己學習的步調 就是想看有空的時候就看一下 然後老師又都幫你統整好了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第三種我選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為了要省錢 自己買書的話啊 其實我那時候買英語導遊的書才900多塊 那也有比較多像那種 什麼全彩的吧 或是很多圖片的 好像1500左右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嗯 你不一定要追求就是 書很漂亮這樣 我就買了這個900多塊的 後來發現說 其實讀起來效果也是不錯的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我自己的讀書方法 這不是說這就是對的喔 我那時候選擇方法 就是先做考古題 那做考古題不是為了要 不是為了要被這個答案 沒有辦法 我每一年是有可能會改變的 是要先去了解哪一個部分出的最多 因為我又沒有去補習 也不會有老師告訴我 你應該要先讀哪一部分吧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樣 你就可以先做考古題 我那時候是做了四年的考古題 我覺得在英文的部分 就是外語的部分 間別度是很高的 因為我自己做那四年 考試的成績差不多都是在 90到95中間 然後我考出了考試真的 一個是90分 然後一個是91.25 所以呢 就可以幫助你免定你讀書的策略 因為我已經知道說 我的英文大概就是90分嘛 那這個考試呢 就是它規定是平均60分 那現在是四顆 151 152 觀光資源概要 然後還有這一顆外語 所以總共是240分 那240分我已經有一顆得了90分 代表我其他三顆 只要50分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去衡量一下說 你每一顆要花多少時間準備 然後剩下三顆 我在考量 就是看了大概的大綱之後 就發現說 觀光資源概要 對我來說根本就是太廣 根本就不可能準備 所以我是直接放棄 那151跟152中間呢 152的法規非常的重要 我是覺得如果 如果你真的就是沒有時間 你就是拼152 然後151 你就是看一些 航空的 票物啊 定型化器 好像有在151裡面 那我覺得 這部分 你就專攻這個 152 然後151 做考題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知道說 哪一個部分是比較重要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 只要 把152認真的讀過 其實應該都是會考過的 對 如果你的 外語還不錯的話 真的是可以幫你拉 非常非常多的分數 然後我那時候在考試的時候 我就發現啊 很多缺考的人欸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考試的時候 也是有 六分之一的人沒有來考試 就是我那一間教室裡面 到底為什麼大家要跟錢過不去呢 一次報一個名啊 一千塊 你就算 沒有讀得很認真 你去考看看 都很有可能會考過 因為畢竟 呃 前面三個都是50題嘛 一題兩分 你其實可以錯到五分之二欸 我覺得是很容易的 然後外語的話 有80題 一題 1.25 你又可以錯更多題了 所以 大家拜託一定要去考試 雖然說 現在 你拿到了領隊這個 你通過這個考試 也不見得說真的就可以變成領隊啦 像我後來也沒有踏入領隊的這個 圈圈 因為 好像 新人 要踏入 旅行業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除非你是進去旅行社當 業務領隊比較多 既然大家已經決定要去考這個試的話 就不管你準備的如何 就是 就去考看看吧 不要想太多 哎呀 反正就考了也不會過 像這種的話 就很容易讓自己 就是 變得很喪氣 那像我當初在考空服員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想說 我要是沒有過怎麼辦 然後結果 我也是考上了兩家 所以呢 不管有什麼機會 就去嘗試 就算失敗了也都沒有關係 不然你可能到最後未來後悔 告訴自己說 哎呀為什麼我當初不去做呢 為什麼我當初沒有去考呢 下次再錄的影片跟大家聊聊 我在考擋油口試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狀況 明卡旅行趣下次見囉 希望都聽到大家的好消息 拜拜